雖然我現在人在室內 不過透過VR的鏡頭 就可以發現到他帶著我 直接在台北市的市區裡頭騎乘 包含我整個騎乘的速度 心跳以及卡路里 都會被一併紀錄 就算刮風下雨 也不影響運動規劃 不同場景任你選擇 一目擬真程度神還原 還能挑戰不同難度 我們是還原真實的路線 所以你在騎的當中 你就會覺得你是在外面騎腳踏車 就波度會真實的反映出來 系統設定上坡路段 真的會讓你騎起來便吃力 爬坡照樣體驗 甚至還能遠端跟朋友一起騎 跳脫空間限制 2017世大運之後 就啟動了一個精準運科的案子 那剛開始前四年 其實是在針對競技運動 我們面向的是全民運動 也剛好因為疫情 讓這些線上線下的活動 連結的更日常 更客製化 因為民眾沒有辦法到運動中心 或運動場館運動 這些產品跟技術 就協助他們在家 或者是小團體的運動 虛擬自行車路線 就是台師大和國科會共同合作的 從技術式場面出發 結合學界的研發能力 帶領運動科技 更上一層樓 羽球場上全神貫注 雖然是業餘當運動 但技巧提升也很重要 這時介入科技輔助 帥氣殺球 球速馬上顯示在螢幕上 下場後想分析練習表現 所有畫面早已記錄下來 包含擊球術連擊術 全都一目了然 直棒大聯盟 球速出去就是個表配 看起來就比較high 他殺不同手法 馬上就可以看到那個數據 知道說這個手法 的確會比較快這樣 對 所以對這種教學訓練 學員有個及時的回饋 這些東西其實可以開發 比如說我們的國中小學的 羽球教學 然後可以讓老師透過影像 讓學生知道說 自己哪個地方打好打不好 然後透過視覺化的呈現 讓學生學習起來更有感覺 行政院也看見趨勢 藝助運動科技行動計畫 預計投入46億 力促成為台灣下一個新兆源產業 預計到了2026年 產值將達上兆 不僅如此推廣國人運動風氣 才是更為關鍵 我們有一支團隊 他跟國際產商的桌種就有合作 所以就會有一些 不管是制度或者是技術上面的合作 對於高齡者來說 如何持續的讓身體運動 減緩腦化 變得更健康 這也是重要的議題 疫情改變生活模式 加速運動商機 智慧場館 智慧器材 跟著崛起 導入AIVR AR等新科技 政府產學界看準發展性 創新擴大 允科量能 TV新聞 廉智就有宣傳台會報道